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补的那个录音 因为之前拍的这根笔 然后我看到评论说没有声音 那行 那我现在就重新把这个给拍一下 就补一下这个音效 那这根是那个266或者308 因为他上面写是308 但我搜索的时候是那个266 拍VBS的一根笔 然后背面就看到一个这个正常的一个盒子 然后另外呢 是这样子 那一个 这个反包装上面来讲 我觉得也是挺浪费的 我最喜欢黄宝一点包装 那这个的话还是一样 过度追求包装了 然后呢 这根打开一下的时候 有一个那个那个珍珠棉嘛 叫做 然后上面的一个笔的话 我打开的时候 反正就有一个很强烈的那个塑料味道 像英雄的那个359 还有这一根的话 当时都有这样子一个味道 那颜色的话 我在那个Facebook上面 就是网络上面看 很多人都是那个 买蓝色 那我就买了一根紫色 这样子 那包装上面来讲还是挺结实的 那这 呃 谈笔嘛 他们简称的 简称谈笔的话 反正就完全抓住那种文具控的一个 就是的一个点 就是说 抓住文具控喜欢的一个点 那捏起来这个大小 反正还是挺舒服的 有一点点那个149的 就是万宝龙149那个幽览传统 那对比这一根笔是百里金的M205 205 反正就M205 我的手拿的时候是有点小短的 但是如果是这一根的话 有点抛这种圆弧形的一个笔的话 我觉得还是可以 就算拿起来还是比较舒服的 嗯 但有一个小地方不太喜欢的 等会跟大家讲一讲 呃 整根笔反正拿起来不会太重 反正挺轻的 毕竟是整个树枝 然后旋钮式的那个打开 另外呢 是这样子 整根的笔的话 就是 怎么讲呢 颜值上面来讲 以这个价位 没什么好挑剔的 因为 百里金的话 如果你要好颜值 那价格不是不是两三倍的一个问题能解决的 那像他这个价位 然后你有很多的选择 而且 如果是说你有用不同颜色的习惯 比如说我有用红色蓝色的 那他这个笔记挺合适的 你可分辨不同的颜色 那还是ok 呃 所以说还是ok的 那现在在跟无印这根对比起来的话 也就是说我的录用比 那对比一下的时候 你会看到那14.5 对吧 他这根的话 或者14.3 那无印的这个因为加了两个点 然后看起来那一个 视觉上会怪怪的 但应该无印的会短短一点 那打开的时候 其实是差不多 不会差别非常大这样子 呃 那现在把东西给拿走一下 拿走一下以后呢 就是 呃 把那个 笔给悬开一下 那悬开的时候反正就也挺舒服 但是这个味道真的还是有点重 那就这个地方刚说不太喜欢 这个地方就在这 他这个笔握是我不太喜欢的 就我喜欢还是一样 总成比较大一点 我不太喜欢说 笔握 然后短短的小小的这样子 然后这则就是那个吸默其极字 那看到里面 反正就是说还是做的 连呃 没看到一个十字螺丝啊 我觉得还是比较到位一点的 嗯 透反正挺透明的 这样子 但这个东西吧 反正就是他毕竟还是一个塑料 我觉得就是见能见智吧 这个东西如果你觉得那个 就是你觉得如果ok的就ok呗 这个东西颜色呃 就个人喜好 我觉得这个东西 另外的话是这样子 那一个笔的话是一个装了一个吸默器 这样子 呃 其他的话 特别到我觉得到没有什么特别的 笔尖上面应该不会有很大的一个 呃 要求 呃 装饰性他其实你跟无印比 其实还算是比较不错的 就跟我最近做了一些评测的比 其实差别是挺大的 呃 笔尖也是比较大一点点 但还没到 跟百乐的时候尖比起来说 他会小那么一点点 呃 滑顺起来的话 呃 怎么抓握 你要抓握他的话 我觉得还是ok的 还是可以考虑的这个东西 另外的话反正就拿起来的时候 整根的一个圆舞感 这个形状还是很舒服的 呃 但这个塑料感 我味道 如果知道朋友可以告诉我一下 可能我觉得三四天就可以那个 呃 怎么讲 散掉 那这种吸默器 我一直不懂 他中间那个弹簧是干嘛用的 这个真的不知道 但是 呃 正常的吸默器 呃 我觉得反正就没什么特别吧 说实话 因为像这种个人 我比较想用那个墨朗多一点 像心外器 我个人还喜欢那个活塞山墨干比 还有那种 呃 就是说 活塞或者那个负压山墨 就像那个三文堂的那只 或者是说百利金的这种 对吧 呃 因为像这种的话 带心外器 我觉得更多 它是在于一个产品的外观上面 呃 而不是说在那个功能性上面 因为像这个功能性来讲 并不是特别强强 呃 当然它这样子 你只要有 呃 怎么讲 如果有一个部件坏了 那你可以直接换就可以了 反正现在盖上的时候 你也看不到那个吸默器 这点还是做的比较好了 因为有些透明的 它就这点做的不好 那透明的 透明示范干比的 我一个缺点就在这里 就是说 呃 你会看得到里面的东西 但是就透很透 但是没透到一个 呃 想要的一个地 就是说真的很透那样子 那这个悬房还挺结实的 反正也是看不到这样 呃 另外的话 反正就 呃 那行 那就不说那么多 我们先把这个牛井 然后那个 上下墨这样子 呃 对 毕竟那个钢饼嘛 它最重要还是一个比尖的一个问题 呃 反正就其他的应该 我认为没有什么很大特色 那先把那个墨给拿一下 对 呃 然后这个的话 反正就正常上墨 正常选下去 把空气挤出 然后把那个 呃 什么 就把那个 就大气园里嘛 然后再把墨给上上来 呃 反正上墨的话 这种 反它的吸默器 我觉得 一直觉得质量一般般 质量 我觉得吸默器质量最好的是那个 哪个 啊 百乐 百乐的那个吸默器质量总感觉就是杠杠的那种感觉 那书写上面来讲的话 啊 反正插一下笔吧 书写啊 盖子该上 呃 书写的话 反正就是 呃 总体来讲 根据之前感觉嘛 因为之前那个档文还没留着 然后就中规中矩这样子 那我先把这个书写一下 好的 试写完以后呢 是这样子 那一个 反正写起来的话 它的那种感觉还是一样 便宜的干净还是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它的滑顺度跟金尖的真的是擦天工地 钢尖我认为还是有点阻尼感比较好 然后反馈来讲 它的尖其实 跟英雄的笔小或者永生的笔小还是差那么一点点 它的笔杆或者笔帽 呃 笔帽 会比它的笔尖就是更加出色 这样子 我认为的是 呃 反正整个反馈还是可以写 反正 呃 没有问题 反正常书写还是ok的 作为一个内容的一个文具 绝对是胜论的 但是如果你说要作为一个很身份那种感觉的话 或者很漂亮的 那漂亮的呃 收藏笔 我觉得也是可以的 但 可能现在两个都书写完了 也看到无印的那根笔 跟那个PanBPS的一个笔触 它肯定是差不多 对 呃 反正都是一个 我觉得我应该买的是EF肩 那你看到反馈度 其实还是有了轻和重 只要你控制的好 还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 呃 但出色来讲 笔尖肯定不会说特别出色了 它的呃 笔杆那肯定出色 我觉得这一点是必须要承认的 反正就如果你买了很多支 你喜欢那个很多支笔 放在那就这种呃 很澎湃的 就是说什么就是很完美 就一堆的那种那种感觉嘛 就collection那种感觉的话 我觉得可以值得一买 毕竟它价格也不贵 而且感觉买它的是一个妹子比较多 那其他的话我觉得是呃 如果你说把它做一个就是象征你自己的比的话 就还是算了吧 啊 对的 那这样子 今天的视频呢 就到这里 那有什么问题 下面留言给我 或者想交流可叫微信啊 对的 好的 谢谢大家